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多肉分别是 鹿角海棠和蓬蓬香 这两款都是在重难度较低的多肉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款鹿角海棠 鹿角海棠是一款非常喜爱阳光的多肉 但是它不适合暴晒在热日当空下 因为它这个皮肤表面较薄 如果你长时间曝晒在一个热日当空下 它的这个皮肤很容易就会出现皱褶 因为缺乏水分 首先我们先来观赏一下这一颗鹿角海棠 它的形状带有一点圆宝的形状 非常的可爱 然后它也是一颗非常容易种成老庄的一个品种 很多人都会把它养成一个老庄 然后帮它做成一个盆栽的形状 非常的美丽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颗是鹿角海棠老庄 它的根系非常的粗壮 要怎么去繁殖这一款多肉呢 你可以用线插繁殖 只要你在这个枝干的部分剪了 然后带它发根之后重新种植这个新的土壤 它就可以变成一颗新的鹿角海棠多肉 它非常喜爱阳光 但是不能够曝晒 相较的它对这个水分的要求也是适中的 如何确定它要不要浇水呢 你们只要观察它的皮肤 如果它的皮肤出现皱褶了才浇水 如果没有的话 不需要浇水 对于这个配土方面 它的要求不高 只要你的这个泥碳土保持在50到60% 颗粒有40到30%就已经很足够了 它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存活 再来呢 它是一个很容易就能够开花的一款多肉 它开出来的花呢 是粉红色的 非常的漂亮 给大家欣赏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呢 只要你们砍过头的地方呢 它就会重新的冒出这个侧牙 OK 所以呢 在繁殖方面呢 它是非常容易繁殖的 可以看到一下 这个地方也是有砍过的 砍过的就会冒出多头 OK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个多肉呢 都是从它这个砍过的质干上 冒出侧牙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想要你们的这个鹿家海棠 快速繁殖呢 不要犹豫 直接砍 砍 砍 OK 砍了 上半部呢 你们可以拿去蒸这个生根粉 当它这个发根之后呢 就可以种到新的地方了 OK 然后这一个尾端呢 它就会重新再长入这个 新的这个头 再来呢 我们介绍这一款蓬蓬香 相信很多朋友 都有种过蓬蓬香 但是并不多 朋友看过蓬蓬香老庄 我这一棵呢 是蓬蓬香老庄 先给大家欣赏一下 然后我再和大家 大概的解释一下蓬蓬香是什么多肉哦 OK 我这一盆呢 是蓬蓬香哦 相信很多朋友呢 都像都会想把它种成像这样子的 这个形态哦 老庄哦 其实呢 如果你们想要你们的蓬蓬香呢 种成这个老庄的形态呢 第一点呢 这个阳光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如果你们要让你们这个枝干呢 变成木枝金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庄呢 你的阳光是要很充足的哦 阳光越充足呢 就可以加速它 长出这一个老庄的心态的 OK 所以如果你们要你们的 这一个蓬蓬香呢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多肉呢 快速的长成这种老庄的形状呢 第一哦 你们的阳光要充足 当然的阳光跟水是成正比的 如果你们的阳光越多呢 你们的水呢 也要适当的补给它 这样子才不会出现一个就是缺水哦 或者是太多水的一个情况发生哦 OK 蓬蓬香呢 是一款非常容易栽种的多肉哦 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蓬蓬香呢 因为呢 它带有一个很香的香味哦 而且呢 只要你的手去碰它呢 你就会可以闻到一股非常香的这个香味哦 所以它叫做蓬蓬香哦 它的这个香味呢 我个人呢 觉得它的香味呢 是比这个薄荷还来得好哦 很多人都说它带有一种淡淡的苹果香 但是呢 我个人的见解呢 它的香味呢 会有一点像薄荷味 但是会比这个薄荷味来得强烈哦 它有一点点淡淡的柠檬味哦 闻起来非常的好闻哦 你可以把它拿来煮水哦 或者是加入你的这个菜式里面哦 就会有带有一点淡淡的这个香味哦 非常的非常的适合种在每个家里面哦 因为你可以拿来煮 又可以拿来闻哦 再来呢 这个蓬蓬香呢 也有这个趋温的这个作用哦 因为蚊子是很怕这种薄荷啊 这种类似这种味道哦 所以呢 如果你们想要拿它种成一个用来做趋温的这个产品呢 也是可以的哦 OK 蓬蓬香呢 那要如何繁殖哦 非常容易哦 跟这个鹿角海棠一样哦 千叉繁殖哦 只要你们剪它 剪它 然后它就会 从这一个 上口处呢 再爆出这个侧芽哦 不停的生长 不停的生长 大家可以仔细看到哦 它在这个 这个叶子跟叶子中间的这个缝隙呢 是有很多这个芽点的哦 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里跟这里哦 所以呢 只要你剪了呢 这个芽点呢 就会爆出新的头哦 然后这个上半部呢 你们可以正去正这个生根粉 然后再种去另外一个盆哦 就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呢 把你的这个蓬蓬香呢 繁殖到很多很多盆哦 可以非常的漂亮哦 蓬蓬香呢 要怎么照顾哦 蓬蓬香呢 它是一款喜爱阳光 但是不能够爆晒的多肉哦 如果你爆晒在猎肉当空下呢 不是说不可以哦 如果你爆晒在猎肉当空下呢 你的水要给到它很够 这样子的话呢 它才可以保证它 不被这个阳光灼伤哦 因为它的叶子相较的比较薄哦 如果你给它太强的阳光呢 它的叶子会变黄 再来就会脱落 所以呢 蓬蓬香呢 最适合种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阴凉遮阴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种在你一棵树下 或者是一个有椅盖的地方哦 然后呢 其实它是一款多肉哦 它并不需要非常多的水 但是如果你想要它 长得非常快呢 你可以给它很大量的水分 但是相较的 水跟阳光是成正比的 这个水多呢 阳光也要够哦 这样子呢 它才不会因为囤积水分 而导致溃烂的问题哦 只要你的阳光够 水够多呢 很短的时间就会爆棚哦 非常容易繁殖哦 而且呢 它并不需要非常的强光 也可以生存的很好哦 所以是一款相较的 非常容易种植的这个多肉哦 大家相信我哦 它的香味真的是很香 非常的香哦 它不像那个薄荷叶那么的强烈哦 它闻起来呢 会没有那么刺鼻哦 闻起来的这个感觉是很舒服的 但是是 就是非常让你感觉很提神哦 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你的办公室也种一盆哦 OK 因为它不需要非常强的阳光 也可以种得很好哦 当你感觉累的时候呢 你可以轻轻的 捏它的叶子下来 按一下 放在你的鼻子这边 嗅一下 哇 非常的提神哦 OK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两款多肉 鹿甲海棠和蓬蓬香 两款都是可以种成老庄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 可以分享去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